肺癌登时大癌症之冠蝉联15年榜首大肠癌退居第二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公布最新癌症登记报告 民国110年平均每4分19秒有一人离癌 与109年相同 肺癌首度跃升第一 蝉联15年榜首的大肠癌退居第二 整体新癌发生人数较109年减少217人 而恶性度高于有癌中之王称号的胰脏癌首度进入前十大 医师提醒 血糖便高于体重减轻是胰脏癌早期征兆 尤其50岁后罹患糖尿病者 务必提高警觉 蓝白和马英九建议全民调定胜负侯友宜说 尊重大家意见 蓝白和进入政党协商阶段 前总统马英九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都建议以全民调定胜负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竞选办公室表示 只要国民党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愿以全民调方式整合 两党立即恢复政党协商 侯友宜说 党主席朱立伦提出的不管是日本或德国模式 都有涵盖这部分 希望政党协商能赶快协调出结果 白宫说 拜习会15日登场拜登将关切北京干预台大选 白宫时日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15日利用APEC峰会 在旧金山会晤 美国资深官员指出 拜登将利用机会向中国表达高度关切 北京干预台湾选举 也会表达对中国在台海军事行动的担忧 这将是两人继去年11月在印尼巴黎岛G20峰会场编会谈后 魁为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 蔡总统交付APEC领袖峰会4任务张忠谋说 会做最大努力 APEC峰会即将登场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第6度代表总统蔡英文担任领袖代表 蔡总统时日交付4项任务 包含台湾将致力促进区域和平与打造更具韧性供应链等 总统强调 台湾有能力也愿意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张忠谋表示欣然接受任务 也答应朝总统齐许方向做最大努力 景气缓物价仍高前9月实值总薪资年减0.78% 主计总处发布薪资统计 今年前9月实值经常性薪资为新台币41425元与年增0.14% 但实值总薪资54884元与年减0.78% 创近7年首建负成长 主因全球景气趋缓 影响企业发放奖金 加上当期物价人高所致 另一方面 9月制造业加班工时连续三个月正成长 显示制造业景气缓不复苏 日本宣布拨款2兆日元补助晶片i台积电受益 日本政府表示 日本计划斥资2兆日元 促进具战略重要性的半导体和AI技术在国内生产 这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周宣布17兆日元经济刺激方案的一部分 这项计划中的支出 将包括用于补助台积电新建雄本二厂的7000亿日元 美国预算将局无解联邦政府月中在面临关门危机 美国国会9月30日赶在政府关门前最后一刻通过临时拨款法案 致应政府运作45天 共和党内籍右派为迫使拜登政府削减开支 以扬言对任何避免政府关门的权疑法案杯葛到底 白宫管理及预算局9日要相关联邦机构做好因应今年第二次面临关门的准备 应对17日可能有数百万公仆的无薪工作或放无薪假 东北季风接连报道 17与18日北台湾低温下探14度 中央气象署表示 东北季风接连报道 11日起到14日东北季风增强 水汽较多 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降雨 14日东北季风减弱 但16日又再度增强 预计17日到18日北台湾低温下探14度 台湾大赛朱玉贤双响炮助桃园听牌威能地平中值最多K记录或MVP 台湾大赛10日举行第五战 乐天桃园对拳雷打开张 朱玉贤双响炮与廖剑富也开轰 投手威能地先发八局标13K平单场三阵记录 中场乐天桃园以11比0击败位拳龙 率先取得三胜听牌 最快11日就能抛下风王彩带 挑战队史第八冠 大巨蛋夫32年回顾台北棒球场眼镜史说 看台破洞照比赛与天母只盖了一半 台北大巨蛋自1991年开始规划 2023年11月拿到使用执照 12月举办棒球牙锦赛 在这漫长的三二年之间 位在市中心的老台北球场于2000年拆除 天母球场因为是社区等级 举办比赛有部分限制 球迷期盼台北市能有一座真正职业级与国际级比赛场地 只能寄望大巨蛋 在这座能遮风避雨的室内球场正式启用前 中央社带你回顾台北市棒球场眼镜史 开箱老照片1111双胞胎大集合 2002年11月11日 台北县板桥国小在双胞胎日举办相见欢活动 邀请校内一对双胞胎老师与25对双胞胎和一组三胞胎小朋友分享成长经验与乐趣 1111是台湾的双胞胎日 台湾曾多次举办双胞胎与多胞胎或龙凤胎大集合活动 有的还缔造了金氏世界记录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